大家好 我是小葉 今天的週末挑戰項目是空中瑜伽 一般人都以為空中瑜伽狠 其實正好相反 因為空中瑜伽可以靠著繩索輔助 輕鬆的做到平時難以達到的瑜伽動作喔 通常在空中瑜伽的第一堂課 都會教你體驗坐在繩索上的感覺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擔心自己會從上面摔下來 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給繩索吧 在整個人坐在繩索上的時候 老師先教了我浴巾箱式 用彈正的方式 讓那個步你的身體的重心 坐到那個步的中間 這隻手握住 然後另一隻腳 放上來 這個動作就把自己想像成一株浴巾箱 藉此來伸展你的大腿內側和骨盆 之後老師先教了一系列的拜日式動作 大家可以支撐2000多磅的重量 所以你的上面是很安全的 很好 帥的鼓氣 雙腳膝蓋彎 屁股往下坐 椅子式 躺上一個步 脊椎再伸展 拜日式是空中瑜伽裡面最實用的熱身式 這次也有學到椅子式和祈禱式等延伸動作 老師還有教了一個瑜伽動作叫貓背式 就把自己想像成貓逼伸懶腰的樣子 而且這動作一樣可以伸展 脊椎肩頸等地方 最後是倒立式 這也是這次挑戰中我覺得最有挑戰性的一部分 除了要克服害怕掉下來的心理障礙之外 也很考驗核心和腿部的力量 其實我一開始也以為空中瑜伽需要瑜伽的基礎 很瘦的女生才能做 也擔心安全上面的問題 但實際接觸過後發現 只要一步步的跟著老師的引導 並專注每一個步驟 讓自己身心都放下來 其實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 做完有種通體舒暢的感覺 如果你也想體驗當空中飛人的感覺 就跟著我一起挑戰看看吧 好 這樣就下來了